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独特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女 这个行女早期更是拍过TVB的电视剧《新女性》 戏中她饰演泼辣的第三者 当时的吴正元应该不会想到 多年后她的婚姻里也出现了第三者 据悉剧集播出的时候 吴正元与林子祥已经相爱 只是林子祥还没有走 广无是一个小乐队的主唱 八二十年代初 吴正元与林子祥结婚 不久后生下儿子林德信和女儿林德义 之后为了丈夫的事业 在圈中已经颇有名气的吴正元 加入了华纳唱片公司 并顺利成为了高层 现在的金牌经纪人黄博高 还当过她的下属呢 靠着妻子吴正元的帮忙 以及自身的实力 林子祥在短短几年间 推出了《男儿当自强》 《真的汉子》等多首经典金曲 一跃成为乐坛的一线歌手 一次玩的机会 林子祥被公司安排 以后被叶倩文合唱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鸟人》竟然创出了感情 为了能永远跟叶倩文在一起 林子祥更是选择与吴正元离婚 这件事在当时闹得相当互动 林子祥和叶倩文的歌唱事业 差点都毁掉了 然而他们依旧爱得一无反顾 在与前期吴正元离婚后的第二年 林子祥便迫不及待地 把叶倩文娶回了家 如今林子祥和叶倩文 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 今天也曾爆出过婚殿传闻 但很快就要了知 夫妻俩多年来 依旧相亲相爱 带着两个孩子到国外生活的吴正元 则很快遇上了真命天子 据说目前生活的相当不错 但对于林子祥和叶倩文这两个人 他始终更更云怀 前些年吴正元接受采访时 曾这样评价林子祥 是一个好人 但余待保留 对于叶倩文 吴正元则直接表示 叶倩文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 自己喜欢什么 叶倩文就喜欢什么 当初叶倩文在别人面前说 很喜欢他家小孩 就让他觉得很是恐怖 顺着德信也谦文抢完老公 又抢孩子 讲真的 他们三人的情感纠葛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里面的细节已经无法追究 谁对谁错 不是三言两语说的亲的 今日林子祥儿子林德信 在个人摔家账号上 晒出了一张 妈妈阿姨等人的同框账 今年35岁的林德信 身材挺拔 长相比爸爸林子祥还要帅气 不得不说 小哥哥真的太会长了 站在林德信后面的短发女 正是她的妈妈吴正元 罕见弄面的吴正元 年纪呢已经不小了 曝光的金照中 她的头发花白 脸色中文很是明显 不过她的气质 依旧优雅大方 不愧是曾经的女强人 这次难得与儿子同框 吴正元的心情很是不错 一边单手搂着林德信 一边对着镜头微笑 林德信遗传了父亲林子祥的帅气 当年吴正元捧红了林子祥 却被林子祥出轨 娶了叶倩文 作为儿子的林德信 不但没有憎恨爸爸 和继母叶倩文的关系 也相处得很融洽 林德信从2011年签约环球唱片 成为旗下签约艺人 并出演个人首部电影《启示摇滚》 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林子祥很支持儿子做摇滚 林德信发表专辑 林子祥就为儿子站台宣传 据悉林德信的性格 比爸爸还要害羞文静 是一个很善良 很可爱的大孩子 叶倩文跟林子祥结婚21年 两人并没有生儿育女 叶倩文曾在媒体公开说道 林子祥的儿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但我也为他担心忧虑 尤其是他们成证的阶段 身为继母的我有时候很想说他们 但又担心自己没资格开口 不过不开口又不行 真的感到左右为难 常提醒自己不可以过火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尽心疼爱他 有这么疼爱自己的继母 林德信自然把他当亲人 能维持这种关系 在重走家庭实在难得 大嘴认为往事都与随风 长得一个懂的人真的好难 林子祥 叶倩文这一份 执子执手相同偕老的感情来之不易 双方也很珍惜 祝福你们 欢迎突然留言 看完记得点赞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啦 更多精彩资讯 记得在大嘴预计进行关注哦